今天是2020年的6月8號 那我們這個排塔進入到該講第14張牌 第14週這個充賣 有在跑喔 上週是這個群尾峰 那最近呢看看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最近這八週 這七週都是講七星八脈 七星八脈剛好對應到八卦 所以大家可能就覺得會有疑惑 怎麼都跟八卦有關 因為他剛好對到八個賣相 那這個充賣的部分是正圍雷 如果你要直接查這個疫情本 在最前面的地方呢 我有那個目錄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去找 他可以找看是在哪裡 那我們看正圍雷 正圍雷 五十一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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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本的第五十九頁 第五十一卦 五十九頁 金本的五十一卦 金本的五十九頁 上面正卦 下面正卦 那如果你是用這本一段七星八卦來找的話 你就直接翻到五十一卦 因為有的人他 可能他是有買這本 金本賣這本 那也可以參照 第五十一卦的頁碼 大概230頁 如果你是用這本 那如果有人他會問說 如果這時候 那對到這個卦到底有什麼作用 像這本話 他有提到你的一些零星的調性 你可以參考 比如說正圍雷是指少男星 好奇 男同心戀 歧視壓力 等等 欸 最近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一個網紅 就 某一個週刊爆料 說他是同志 同志圈 還在直播在那邊哭 但他媽媽也有看到是OK 沒有問題 我想這不是已經 早就立法通過了嗎 那現在還有這麼大的壓力 對 我覺得說 這明明就沒有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大 對啊 搞到好像很大 感覺他的壓力好像很大 我覺得其實現在大家都已經 也都接受這樣的狀態 倒是不用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那想要這個 你看到這個掛跟著好像也有點關 他講少男星 好奇 男同心戀 歧視 那就歧視了 壓抑 膽怯等等 心智層面呢 這本的在兩百三十二頁 再講到這個 年齡 雷聲大雨 點小三分鐘熱度 隱膩 倒頭壓力 身體呢 更連起障礙 超紅熱 陰部方面的問題 等等 然後再來 後面呢 他有對到一些 中藥 無論是溫清湯泡 然後這個 精油是檸檬滿面草 那這邊呢 也有談到一些 靜坐的方式 他說提到 這邊提到 可以搭配 檸檬滿面草精油按摩 該穴 他的對應的穴道是氣結 等於是在我們的 複溝這邊 觀察自身 所處的環境 同時觀察開穴 有電流脈衝的狀態 然後觀察自己所處的環境 大幅的變化 與煩惱 那至於這個 你的用法 跟這些 牌卡還有意見用法 你都可以 按照你自己的心意 隨意使用 那他的目的 照我來自己的觀察 就是可以改變你 你的命運的現象 不要把命 當作很固定死板的東西 命 我們講說 有人說是定格 很像是印 很自私化 你的命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個感覺是比較 自私化的東西 就每一個人的天命 不太一樣 可是運了 隨時在轉 另外就是你 你在對應到 運在轉的 不同的過程中 有時候 運勢上升 有時候運勢低潮 這時候你就可以 運用這些東西 去轉變你的 信念想法 你的面對的東西 人事物可能會轉變 你的運程會改變 包括人命 本身的格調 也會有所轉變 所以這是運用在 改變自身的 觀念想法 還有對應到你自身 環境世界的 命運現象 我的用法是怎樣 所以一般去抽牌 算命 改什麼改運 找人家做什麼法 我不是那樣做 我做法就是 按照這個東西去 反觀你怎麼樣 調整你的想法 觀念 然後你周圍的世界 就開始變化 像這個都是透過靜座 透過穴道 跟靜座跟穴道 連結更夠明 那充賣 在意象上 他是剛才講少男掛 跟同性方面有關 那另外這在人 在天 在天象方面就指 在天是雷 大雷 在地呢 是指地震震動 所以最近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一個 我上週有講 就要注意雷擊事件 後來在群組 有發了一個新聞 前幾天有人就真的被雷打到 台灣要被雷打到機率是不太大 我好像好幾年沒聽過 很少都是國外比較多 剛好前幾天就有人被雷擊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業 也是提供我們一些參考 然後你如果剛碰到的掛 你還是要注意 比如說下雨天打雷的話 你不要帶什麼鐵器在頭上 自己找麻煩 或是跑去山區 落雷區很嚴重的地方 也是危險 好這指 在天上周圍雷 那在人 人間呢 雷掛代表衝突 所以對應到我們的 身體的邁叫衝邁 所以圍到這個 這個排卡這段 對應到就叫衝邁 你在看它那個天上很像雲 上面有一個好像雷弓一樣 在主持這個打雷 動作 這雷擊下來 其實跟地面是有一定的陰陽交接 所以打到地面 在古代打到地面這個農地 裡面的微生 微量生物就會有變化 等於會瞬間 梳醒跟窗 所以後面這會 有協助這個作物的生長 所以這個雷擊它有一定的效果 也不是只有在天上打 它會接到地面上 所以古代呢 把雷擊這個現象 它是產生這種電 很高能的電 古代人認為 不是只有在天空有 在地下也有 天上地下都有這個雷電交映 那因為這個雷電的能量很剛強 所以容易像衝突 產生爆炸 產生衝擊 產生變化 爆炸衝突都是為了變化 因為有變化 似乎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應 改變原來的停滯狀態 就會有新的發展 所以衝突也不是不好 像它這個事件 衝突有一些變化 到最後這個週刊居然道歉 還有什麼下架的新聞 一般你要加一些新聞 自己下架 應該很難吧 要加道歉也是不太容易 因為現在新聞媒體 本來就是很大 之前兩個講到那個 海澳華星球那本書 他講第二個 第二個要注意就是什麼 記者 記者 對 太好 不過之前有人訪問我 現在我還是低調 記者還是有的 還是不錯的 那就是看 就是要看媒體自己的 各個媒體自己狀態 好 那 有一些意象呢 剛才有講 我們在談這個排卡的時候 都會比較提早 那上次我群組有提到說 上週是風掛 在上週是講到這個客維山 我有提到要注意什麼 土石崩落這個問題 那可能有人比較不明白 為什麼要提這個 就是因為山掛是代表不動 代表穩定 但是如果是不穩定的狀態 就會對應到山的崩落 所以我說還是要注意 比如說一些山區 土石鬆動的地方 那現在還不至於有什麼大的發生 但是還是要注意 為什麼 因為之前這些下雨 再來就是火灌 就很熱 你怎麼知道 看似外表寧靜的 好像不動的山 它不會走山嗎 以前就有走山經驗 以前也是大 大好天氣莫名其妙 這走山就是什麼 土石崩落 還有什麼 還記得那個什麼 丁海公路有個很大的石頭 突然有點砸下來 很大一顆 大概那很多年嘛 那個車子是還好 好像沒有砸到人 對好像 那新聞記得是 人沒有事 是車子毀掉 對啊那算幸運 所以這個東西是外表看 就是不是很準確 你如果按照這個拍卡 或疫情的八卦的現象界來看 你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有些東西在表面之下 都有在浮動 不是絕對 好 在鄭維蕾上次有提到 上週這個是炫維蜂 代表一個風柱火勢 講這美國事情 會比較嚴重跟擴大 那目前 上週也是蠻嚴重的 到最後軍隊也出動 那這事情呢 目前看好像是說有比較和緩 但是我覺得就說 也都不要太太表面了 一個事件一個高 衝突的高點 像鄭維蕾也是衝突的高點 也許後面會和緩一點 目前看起來好像有 但是什麼時候又突然更大的一個衝突 你是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在看川普 他之前疫情來的時候 他就在批防走 就是搞種族歧視 然後現在那個黑人被種族歧視 就是白人警察 種族歧視 那現在又來一個種族歧視 他還活上家裡 所以你如果了解川普這個 調性 大家知道 他還是會發生種族歧視之類的 因為他比較資本主義 資本家主義 然後白人好像 感覺白人高高在上秩序 為什麼 他有錢 有權 他覺得他無所不能 而且他又有這種 他們家族的優越感 白人裡面 他細數他自己的那個什麼 川普家族 有他的聲望跟那個什麼 想要維持的東西 家族榮譽之類 所以你要看這個就是可以 理解後面的變化 其實可能還有 衝突可能還在後面 也許會很大 只是現階段看起來好像額外 不代表的一定是這個現象 這充脈 有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就念這個畫冊的 三四三十五頁這邊 他的部文 其經八脈之七充脈 充脈它是很奇特的脈絡 當你在能量自然聚足時 它會如永全般自動的 往生命的上層衝起 象徵著從大地裡 崛起的震動 彷彿從脊椎尾斷直通天際 人與天地完整貫穿合一 就像中空的主子 宇宙在你身上開了一條通道 穿越所有時空的限制 印度用約克夏或撒哈斯拉及七輪來表現 密宗用佐果或紅白菩提來表示 直與母的光明匯合 傳統經絡中用充脈 這個充涼的充 或者衝動的充這個字 充脈 它意味著自身內在本性的啟發 是性能量 物欲 情緒 靈魂 意識 到超意識的完整里程 指脈的特色 代表八卦中的正偉零 正偉零五十一卦 卦詞在裡面 卦詞主要是講的 以前已經有講過 不再重複了 那主要的湯詞呢 他有提到一個正恨 正來細細 孔志浮掩 笑言雅雅 厚有哲也 他主要就告訴你 正就是會震動 你看到閃電打雷的時候 你會嚇到正經 所以說有句話正經百里在這裡面 就是說 這個影響度很大 他在提醒我們正來細細 細細就是要小心的意思 隨時都要謹慎小心 孔志浮掩 你如果因為有恐懼感 所以呢 你會提防跟小心 就我跟你講 你這個落雷多的地方 就不要去 然後 那個 有些高危險的地區啊 要避開 或者高危險群的事業 投資就避開 因為你知道那個 你會 對你來講 你有恐慌感 你會覺得那個是危險 動物本能的危險 你知道他 你就避開他 所以會導致你 因為這個現象 會導致你走向 幸福的狀態 幸福的生活 不會給自己找到一些 爭端啊 或是呢 紛爭 麻煩 所以正挂意思就是 要你避開那些 避開那些有危險 不用把自己的身心 放在這種很 很高風險的狀態下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好 那正挂這邊呢 也提到這個現象 然後呢 上次也提到這個 這本書 海奧華星球的預言 他最後 第十三章的時候 上次有提到說 會講 稍微補充一下 邁輪 他講的邁輪部分 那這本書呢 他沒有講到很完整 因為很完整邁輪 可能他也覺得不需要講 因為在密宗啦 在印度啦 在道家 中醫的系統裡面 經過系統 都有很清楚的一些資料 可以參考 那這本書在 294頁13章左右 他有提到 他們用的名詞不太一樣 他用的名詞叫 他說 生命有很多的體 生命體有肉身體 生理體等等 這個 在這個書上座有提到 有這個好幾個體 有七個體裡面的現象 那他這邊只提到一個 他這裡面一般的 沒有清楚的地方 叫液流體 液是液體的液 流動的流 液流體 在這本書裡面 再提到一個 他說他現在 他們比較重視的是液流體 那液流體是什麼 他後續有稍微提了一下 他液流體有六個重要部位 那這個部分稱作 他書上稱作 卡洛拉 他們星球的講法 那他提到一個 第六個 他講其中一個 第六個這個 液流體的重要部位 叫 莫拉哈拉 那以他來講 就是指我們現在的 印度指的海底輪 那如果以經絡來 穴道來看 就是指大概 終極穴這一代 終極到 慧音穴這一代 生殖輪的意思 那他是說 這邊他只有講到這個 這個脈園 其他沒有 他說帕蘭提斯 他講的是帕蘭提斯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現象 如果你海底輪啟動的話 在他們來講 你的 液體流 會有個現象 這個現象叫 帕蘭提斯 會覺醒 那個當下 你會很放鬆 你會以身體感覺 好像飄飄來 你會覺得你的脊椎底端 好像有一股氣脈 會自然湧上 往上湧 就很像我剛才講的這個 正維蕾 這幅 排卡畫裡面講 會有一個現象 你會覺得奇蹟是由下往上 串上去 衝上去 所以叫衝脈 他不是從上往下 他是從下往上 衝上去 所以在打雷的時候 你會真正在看雷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天上閃電好像有閃 但是你如果看仔細 好像地面上 好像也有一條很細小的墊 串上去 這個是有這種現象 如果只是單向 那個雷不容易打起來 必然是地上也醞釀很強大能量 跟它共鳴 才會接上這個雷電 好 這個現象 那至於其他的 他還有講另外一個輪 但講不多 他講第一 他認為第一輪 他們認為 液體流 他講六個 第一個是在印堂 印堂是直通大腦跟松果體 所以他講這個作者 他到他們星球 他們裡面的那個七大賢的最大那個章 幫他開那個旅通 就幫他點了這個印堂的後 從印堂灌到後面 小腦部分 他就瞬間聽得懂當地星球的語言 所以這部分呢 就等於是說 他講的是這個體 印堂 對應到我們大腦 松果體 松果體大腦 還有對應到語言的開啟 這個能力 好 這個就是指 他只有講到這兩個 剩下的 剩下的還有 還有四個 那我自己補充上來 第二個就喉倫 那若以穴道來講就是連拳穴 連拳穴要開啊 現代人不太容易 以我的理解 因為我們都比較重視身體 什麼穴道放鬆按摩 這只能開物質肉體的一半 接近一半可能還不到 那還有非物質的肉體 因為我們人體 除了一開始講 我們有肉身體 有生理體還有心理體 情緒體心理體 靈性體 那你要打開它 你只要打開肉身體 那能有什麼作用 還不夠 最多你能講話而已 那打開這喉倫 基本上我們看 你如果第一印堂倫 你的語言通了 你的喉倫呢 也可以通 就是你可以同時講很多語言 包括動物的語言 你也可以跟動物對應 你可以講動物語言 外形語言都沒問題 這是在喉倫真的打開的狀態下 那要打開我說現在比較難的 問題點是什麼 現在要做到不說謊很難 你要完全不說謊 如此真語者 講的都是真實的 很難 我自己都覺得我沒辦法做到 現在小朋友 幼稚園上去 在小學之後 有沒有說謊的嗎 從這個從小出生到大 都一直都沒有說謊 到他成年了 那他這喉倫應該有機會可以開到你 不然我覺得很難 因為你說謊這個東西 牽扯到你的心理體 跟你的情緒體 還有你的靈性體 他都會關閉 他如果關閉 你怎麼會有通呢 你打開想要接到宇宙體 所有生物的語言 你聽得懂 同時可以用他們的語言 對應回去 這是喉倫 心倫也是 心倫要打開也是不容易 就是說 心倫的話 就是以穴道來講 就坦中穴 那以脈輪來講 統稱是心倫 就心上這個周圍 心倫要打開的現象 真的是不太容易 你不能做任何一件唯心之事 違背你內在心神的事情 你如果只是穴道按摩 那你會 就是二間半摩這些 你可能會舒緩 你比較不會胸溫心肌 這只是讓你維持肉體 肉身體的運行還可以 但是你要心 心倫真的打開 就我講 你要做的事情 不能違背你的心理的內在想法 比如說是工作 你只為了錢做 然後你不是很想做 你還是硬做 那你心能不會開 那久了你會胸悶無力 心計二間半摩無力 這是正常 只不過他把心理體的 被萎縮的能量 傳遞到肉身體 肉身體那個心臟就跟著 weak 跟著虛弱起來 這正常的現象 這不是病 那因為我們很多會認為 很多肉身體的病 它就是病 其實肉身體的源頭 有一個好像遙控器 你要打開電視 電視就是一個肉體 可是你要遙控器按下去 那中間無限遙控的 那是心理體 跟靈性體在傳遞 好 你這部分 你電視機是完全正常 可是不能開啟 那你會去看 看醫生說 為什麼這個心臟都不行 我舉例 心臟不行 五臟六腹 身體就是不行 肉體就是沒辦法健康 因為他的遙控器沒有按下去 他不會啟動電視開關 上那個點亮那個螢幕 這樣理解 所以如果這個概念的話 如果這個心臟 如果這個遙控器正常 他的心理體 就是說他做的事情 都吻合他心理的意識 沒有委屈自己的狀態下 那他會做到什麼 久的話 在我來看 他會做到佛家講的他心痛 就那個你不用跟他講話 他想什麼都知道 不用語言 連語言都可以消失 就動物想什麼 你知道 然後人想什麼 你也知道 所有的生物生命體 包括小字細菌 大道什麼 整個星球 星球的意識 你都可以知道 因為你是他心痛 是他的心念意識 就是跟你合一的 所以你可以清楚理解 這是心理點 這很難 好 再來第四個 我現在是從上面講下來 以他們這個 這個 這本書的講法 然後還要把新手講 他們講這六個 其實我們講麥倫想要七個 第七個是白灰穴 叫頂倫 他這邊沒有特別講這個 那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頂倫也對我們太遙遠 我猜頂倫應該死的時候才會出現 我的時候都封頂 我們在封頂 頂部白灰都封住了 只有小孩子那個性滿 剛開始柔軟 還可以摸得到 那有些密宗的少部分 曾經我不確定 曾經有一些紀錄說 說那個他們在修法 可以把一根什麼 好像植物吧 草還是什麼 種在這個白灰穴裡面 我不知道是魔術還是什麼 還是那個古代紀錄 可能是神話故事 參考參考 如果是真的這個樣子 那他白灰穴頂倫 可能是比較沒有風評 不然你就去看那個 那個叫什麼 機制醫生生活 去刮那個女生 腦殼 他直接給你開腦 挖一個洞鋸開 不然那個白灰穴頂倫 也不用太在意講他 因為對我們來講還很遙遠 好太陽輪 第四個是太陽輪 太陽輪是在哪裡 基本上我以這個穴道來看 那印度的講法 就是太陽神經蟲 太陽神經蟲位置大概在這裡 心臟下端 那以穴道來看是中管圈為主 這是胃的中心點 所以呢 那個有人說胃是第二個腦 胃是第二個腦 第一個腦是大腦 第二個腦是胃 有人這樣說法 這個有一些學派這樣說 那為什麼 因為到底餓的時候是想吃東西 是胃在吃的 還是你的大腦想吃 那我們經常會矛盾 就你看這個五光十色各種美食 其實你的胃可能是想吃清淡的 可是你會想吃吃麻辣 這你就矛盾了 所以這個 以這個胃的太陽神經蟲 第四輪來講 那你要讓它比較舒服的話 就要聽到胃本身自己想要吃什麼為錯了 而且這個胃的系統 太陽神經蟲 如果能夠打開的話 它應該可以做到食物少量就夠了 它不用吃到很多了 可能一個禮拜吃一兩次就很足夠 再來它這部分呢 它會自然的現象會發起一種很像 比較有愛心的現象 這個人格調性 比較有愛心的調性的現象 這個胃太陽神經蟲 比較會打開 也就是說你這個部分打開的人呢 在調性上給人家感覺是比較溫暖一點 像太陽一樣 所以你吃不完的食物就會去分給別人 因為自己吃不了很多 第五個齊輪 齊輪的話 就靠近我們這個肚臍這邊 那肚臍這個就跟我們這個橫隔膜下端 另外跟這個婦科的子宮有關 齊帶齊輪 下週是講那個帶脈就跟這有關 那齊輪呢就是說 比如說比較是偏向那個生命的孕育 孕育有關 比如說那個小孩子在子宮內著床啊 懷孕這個就跟齊輪有關 那齊輪如果封閉的狀態下 當然是要生小孩不容易 所以有的人他不孕症去到處看 花很多的精力去想要懷上一個小孩子 但是沒有辦法 就很累 就主要跟這個有關 也許他肉體 肉體這個子宮的問題 其實是來自於 剛才有提到情緒體啦 還有這個生理體啦 生理現象也許是有些元素不夠的 然後呢 這個情緒體呢 就包括他的情緒 可能對這個生小孩有糾結 然後呢 靈性體呢 就是可能他在這部分 沒有準備好 對這個小孩子沒有準備好 要迎接他 心理上 心理體跟靈性方面沒有準備好 所以他在這部分的機能 感覺就很弱 這很多現象 所以這個如果是打開的話 小孩子應該是很順利跟健康 可以很容易的養大 甚至不用怎麼管 小孩子都很好 自己會照顧好 打自己 這是奇惡的狀態 另外呢 他有提到那個星球上 他們的人 是雌雄同體 我在猜 可能他們是完全打開了 所以他雌雄同體 他真的要 懷上小孩子自己有子宮 他要雙性的那個生殖器 他也可以懷上 那至於他有沒有講說 他們是有子宮 他沒有回答 他沒有問的 他只是跟他講 他是雌雄同體 好 這是奇倫 所以你看古代很多的 好像類似神話故事 這是什麼 有人從腋下出生 有人從背出生 感覺很像神話故事 那我覺得 如果真的奇倫開的話 可能你的物種 你的生命體的物種 就不限定 子宮一定在肚奇這個位置 好 第二個 他講的海底倫 這是穆拉哈拉這個倫 他特別提到這個東西 為什麼 他說 他說 我念一下他這邊的文章 第2204頁 他說 帕蘭提斯的形式 就剛才講那個 很像正圍的充脈 會由你的生殖器的底端 衝上來一股好像氣脈的能量 生命能 他是像螺旋一樣 像彈簧一樣 只有在放鬆狀態下 才能觸及脊椎底部 看你尾堆地方 那以這個道家來講的仙谷 就劍堆谷那邊的仙谷 仙人的仙人 想要讓他放鬆 需要兩人發生性行為 而且這兩人必須彼此相愛 且在精神上互有共鳴的 只有在這個時候 這些條件之下 帕蘭提斯才能夠 延伸至其處 將一種能量和特殊的能力 傳給身體體 再對身體發生作用 發生這種性行為的人 感受到性愛喜悅 要比普通人多得多 在你的星球上 當你聽到聲線派合的人說 我們好像漫步在雲端 我們感覺輕飄飄的 或者感覺飄飄然等類似的話 你就可以確信 這兩個人在身體和精神上 達到和諧 是真正的天作之和 至少當時是 地球上一些密宗教徒 已經做到這一點 但這對他們來說並不常見 原因是他們的宗教 仍舊充滿著荒謬的儀式和戒律 對於要達成這一目標 製造了極大障礙 他們只有 只見身靈卻不見輸 那他繼續提到 讓我們說到 回到相愛的情侶 因為真正的愛和絕對的契合 男人感受到極大快樂 轉化為帕蘭提斯的有意震動 重點是有意震動 所以他這個 這本書 以他們星球來講 震動是他們重視的 所有這些幸福的感覺 都透過性行為的完成 而被釋放 這種幸福感 雖然男女有別 但兩者過程相同 接著後面就是他提到他們自己 星球持雄同體 他有提到 因為他是持雄同體 他可以感受到男生的這個歡迎 也可以感受到女生的歡迎 所以他是 雙倍 比如說我男生 我不能感受到女生 到底有沒有多麼快樂 沒辦法 那女生你要感受到男生 在高潮有沒有多麼放鬆快樂 你也感受不到 可是他持雄同體 他有提到 他可以同時感受 哇 這點都是很厲害 好 那重點 他講到一個很重要核心 他說發生這個心情的重點 是這兩個相關 就是他的肉身體跟心靈體 心靈體 這部分 都要契合 不然呢 不然就不行 好 那他也提到 只有在放鬆狀態下 才能夠這個 這個能量才會被釋放 才會打開才會開啟 那你現在來看 看這個星球 看我們地球 應該很難 因為大家這個壓力太大 心愛這件事也變成很大的壓力 跟道德的禁軟 所以呢 現在地球人 就是要自己面對 不過現在好像簽證說什麼 那個什麼 通姦罪 處罪化 刑法 有一次通姦會 不用再被判刑法的 你如果判刑法 你沒錢講 什麼那個 假的那個 假事態保釋 那你就抓去刮 這樣 那現在就是你 他不認為你是一種刑事 刑事罪 就是還有 還有明示 最多是賠錢 這個現象 但搞這些其實 其實已經 失去你的核心了 你就對這個精神界 有沒有香氣和比較重要 沒有的話 還是沒辦法 所以我猜到後面呢 大家會越來越單獨 我媽每天也是會 我會講一下 他很負擔 那我就想到 這個外星人也不錯 因為這個趨勢 會凝結你創造新的世界 新的世界的 首樣的物質的身體 也會可能改變 所以我在猜 也許以後我們 特別是我 也會走向這個 奧法星球的這個肉身體 知雄同體 新的世界跟我媽講說 那你如果持雄同體 你應該不會覺得 顧忌更無聊 因為你既是難的 也是你 也是難的 同時存在 你同時身體 就有一個伴 在你的身上 你不會沒有伴 因為他講說沒有伴 你同時就有伴 你不會覺得孤單 這我自己想法 就我們的肉體 可以通過我們的思維創造 跟改變 比如說你活在不幸的家庭裡面 你就一直不委屈不幸 你身體就更得不健康 因為這樣不健康會創造你 你這樣不健康 讓你獲得一種 好像心理上的補償 那相對 如果你是可以 自己持雄同體 自己平衡跟滿足的 我相信有一天 你的單向級的性別 會變雙向 我猜啦 因為我們可以改變肉體 那上週有提到 它有四種力 我沒有講到很清楚 我只提到三種 對 上週這本書講 他說 宇宙有提到四種力 第一個是原子力量 就是說物質界最小的這個 原子力量 可以創造這個宇宙的力量 包括大爆炸等等 第二個宇宙力是軟 軟就是創造動物跟植物 蟲卵那個軟 微生物等等 第三種是軟 天地地 它利用這個呢 創造人的原型 那第四個呢 就是純粹的精神力 那這個高 這個宇宙的原始的 這個大靈呢 超靈 神聖的靈 它的意思是說 它是透過創造 創造是透過想像 想像有一個原子 想像原子在互相撞擊爆炸 就很像正維的 正維的就是爆炸 爆炸目的為什麼要創造 然後呢 再透過想像 想像有一個很像軟 可以產生 植物跟動物 然後再透過想像 把人透過想像 想像一種 有一種生命題是人 人它有 有這種不同的身體結構 五臟六腑 可以自其自主 你想一顆心這樣 裝在你身體 你就可以活那麼久 跳那麼久 它想它要靠什麼維持 它透過什麼能量維持它 維持它的震動 都是這個聖靈 它想透過想像出來 很厲害 最後它把這個想像的精神力 注入到我們的肉體 就是人 它的想像力也有注入到其他人 比如說這個動物主也有 只不過看這個過程 比例都更上 最後就補充這個 上都沒想到 好 所以呢 就讓大家重新認識自己 這比較重要 好 那我現在簡單講到這 有不清楚的 大家可以問一下 請問一下 第二個喉輪啊 那像我們現在 社會中部分開啟的人 是不是就像 割捨或詐騙集團 就是它開啟了喉輪的 力量 所以 比一般人 更能體外喉輪這個力量 沒有 沒有嗎 它從鬼 鬼道 鬼變 就是 用技巧 你會被騙是因為你內心 已經失去自己 因為你內心被它第一勾引走 就像上次講風掛 風掛是資訊 它把這資訊帶給你目的 像把你遷走 你被它遷走了 就像花粉 受花粉 也是一樣 就是鬼變 它是帶了資訊給你 是你自己 自己 對它講的內容 有興趣 為什麼有興趣 你覺得有利 有利可圖 所以你就被它牽走 它的 那個 語言的技巧 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一些 詭辯包裝 其實它沒有語通 那至於你說歌手 可能 少部分的歌手 是 很少很少 有些人唱完歌 就是 我們會起雞皮疙 會有感覺 少部分 現在大部分是那種 洗腦歌 多了 你不聽的時候 它還是在腦裡轉 古代莊子裡面 有一個人 可能有達到這樣的境界 他提到 有一個人 他的歌聲 所以有一個叫什麼 語音繚繞 三日不學餘了 這是從莊子故事來 來的 有一個人 唱歌 很好聽 然後 大家都喜歡去聽 然後後來這個人 然後那個 好像家裡人 過世 他很哀傷 就唱了一首歌 全程的人都在哭 哭了三天都 不知道在哭什麼 就是很悲慘的意思 終於有人說 你不要再哭了 不要再唱了 這些人已經動不掉了 然後那個人就離開了 然後這個全程人才突然 好像從這個催眠中起來 你家人都死了 沒有沒有 你幹嘛哭得好像冠傷思念 那個就是打到 真的很厲害的境界是這樣 有催眠效果 那你說像什麼佛羅伊德這種 有催眠效果的威力等 可能有一部分的能力 有開啟 還有一種就是在靈言詩 其實他 你說有點像動漫 他講不講則 一講就一定成真了 他講說你會中樂透 他不講這 一講就一定中 可能有的少部分通病裡的 可能 可能 不見了 不知道 沒遇過 什麼鐵口直斷這種 可能有 他真的是了道的 古代的這種 說不定是有著開啟這個能力 但是現在 可能是少了 好吧 沒有那我們就準備 先休息一下